德国空军培养了一批只能飞行但是不能打仗的战斗机编队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导弹的数量严重不足 按理来说战斗机都有了 买些导弹来补充一下 这是很顺理成章的一件事 但是德国军方确实收紧了钱包 不在导弹上多花一分钱 而他们之所以敢于打破常规 也是因为德国还有一条锦囊妙计 那就是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 就立即向盟友借一些导弹来用 那么这种借钱养家的方式是否靠谱呢 2015年9月20日 一架德国空军的台风战斗机 在当天对波罗的海三国空域展开满载弹药的巡逻 这是自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 德国战斗机首次全副武装飞越敏感空域 其空军总监察长卡尔米尔纳向媒体表示 德军此举意在保持与他国空军势均力敌的状态 然而德国空军这种有实际行动 又有官员捧场的示威 却并没有获得任何一个国家的回应 甚至有媒体指出 此次台风战机的巡逻任务 只能起到自欺欺人的效果 原来早在2015年年初就有舆论指出 尽管台风战斗机凭借出色的性能 与法国阵风战斗机 日典英师战斗机并称为欧洲三杰 但这款装备在进入德国空军服役之后 便遭遇各种麻烦 其中有一半台风战机可能已经陷入瘫痪状态 而这一猜测也终于在不久之前得到了证实 但原因却让所有人大跌引进 2015年11月15日 据德国媒体报道 德国空军以109架台风战机组成的战斗机编队 只剩下82枚AIM-120导弹可供使用 该款导弹是一枚搭配台风使用的中距空空导弹 最大射程达到90公里 按照规定 该机在执行防空作战任务时 每架台风战机至少需要挂载 两枚AIM-120空空导弹才能升空 这意味着 看似强大的德国台风编队 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战斗机 因缺乏空空导弹而丧失了作战能力 德国绿党对此表示十分不解 绿党国会议员托比亚斯·林德纳指出 花费巨额税款购买欧洲台风战机 却搞不到足够的弹药 这简直如同儿戏 一些德国左翼党派防务官员 更是将矛头直接指向了空空导弹的去向 要求政府查清这是否因贪污所致 而面对多重质疑 国外国防部并没有给出相应的解释 但却意外地公布了一则应对办法 国防部发言人指出 如果发生武装冲突时 需要额外的AIM-120导弹 那么德国空军将依靠外援 在伙伴国家的库存中 借取足够数量的空空导弹 这个AIM-120这个空空导弹 它价格也是比较贵的 大概算起来一枚要一百多万 那有限的军费 它不可能都大量地储存这些导弹 那我们说尽管解决问题的办法 是多种多样的 但毕竟是原水解不了禁格 刚刚我们也提到 其实只是德国空军出现 面临尴尬局面的冰山一角 应该说在德国军方面前 现在还有更加麻烦的难题需要解决 我们马上通过短片再去看一下 2015年1月 德国国防部的规划人员 用交通信号灯的方式 给军队内的装备使用状况 做出评分 其中有将近90%的装备 以绿灯的方式通过 其余多为黄灯警告 处于红灯范畴内的装备 寥寥不及 这份由国防部制作的评分表格 一度让国内各界人士 感到十分满意 然而一个月后 当这份报告的细节公布时 之前的满意在轻刻之间变成了惊讶 同年2月 一份长达10页纸的 装备可使用状况报告出入 报告中 清楚地阐述了 每一款德军装备的现状 其中 空军拥有89架 狂风战斗轰炸机 除去正准备退役 和作为教练机使用的狂风之外 还应该有66架 在机库中待命 可以随时启用 单在可实际使用一栏中 却只标注为38架 而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份权威报告中 显示该款装备 已经以绿灯的方式通过评测 此外 老旧的C160运输机机队 也被打了绿灯 实际上 56架C160里 能用的连一半都不到 运输直升机 CH53超中码的情况 更是不同乐观 德军总共装备了 83架超中码直升机 能正常使用的只有16架 还不到全部数量的20% 但在空军眼里 这已经足够打绿灯了 台风战机 也是此份报告中的焦点装备 109架被誉为 三代半战斗机的尖端装备 只有42架可堪使用 而且报告中 并未涉及到导弹数量 等其他因素 仅限于战斗机自身原因 就有67架存在使用问题 不过空军依然坚信 在这种情况下 依然可以保证训练及战斗 因此在报告上打了绿灯 在得知装备报告与实际情况 相差甚远之后 美国许多反对派和在野党 争相发难 直呼这种现象简直不可领域 要求军方给出相应的解释 以及解决办法 绿党更是公开调侃到 所谓的评分结果 也许是国防部在税门中完成的 那么说回到更加现实的 所目前面对的空空导弹 严重缺乏的局面 德国其实还有一个念想 就是最近欧洲六国 共同研制了一款名叫 流星的空空导弹 应该说现在最期望 它能够试射成功的 就是德国了 当然除此之外 和德国一样着急的 还有一个国家 美国 但是它和流星导弹 几乎没有任何的关系 美国为什么还要操这份心呢 2003年12月 欧洲流星将闯入 空空导弹市场的消息 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据了解 在美俄两国长期垄断 空空导弹市场的现实下 欧洲国家显然不甘落后 而比起美国的导弹 欧洲流星还有这一个天然优势 据媒体报道 因为流星空空导弹 是由欧洲多国联合制造 所以它的通用性能非常好 除了阵风战机之外 台风 英诗等欧洲新一代 先进战机也能够装备该系统 除此之外 从流星导弹研制的技术指标看 其综合性能也在美国AM120之上 但是其150公里的射程 就已经让AM120的80公里 望尘莫及 因而流星导弹一经推出 便受到多方关注 特别是英国 法国和西班牙 等原本属于AM120的市场 也都为流星的研制 购买和装备打开绿灯 对此有分析认为 流星的问世 无疑会对美国的AM120 在欧洲的市场产生强烈的冲击 但也有分析指出 面对流星的冲击 AM120并非完全处于劣势 至少其先入为主 多数国家不会在短时间内 接受欧洲导弹的逆袭 所以流星要想打入欧洲市场 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 所以我们也说 那就是中国 2013年3月 2002号歼20进行试验飞行的画面 引起了媒体的热议 不过让大家格外振奋的 并不是这款在当天 大出风头的战斗机 而是与它结伴出现的 一款名为霹雳石的 神秘进程空空导弹 不过近期这款导弹 似乎已经变得不再神秘 因为它的具体性能 已经罕见的提前被曝光了 空空导弹 一直被语为军事领域中 技术最难公开的装备之一 即便是美军的BM-120空空导弹 也是在服役多年之后 才得意将相关数据公之于众 然而 就在不久前有媒体透露 我国已在2015年9月20日 顺利完成第四代 霹雳石进程空空导弹的研发工作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 该型导弹的主设计师 在接受采访时 罕见地披露了霹雳石的 重要性能数据 据了解 霹雳石空空导弹 长三米 重89千克 射程20公里 其最大特点 就是具备越间发射能力 能够一定程度上 免去战斗机的后顾之忧 除此之外 该导弹先进的红外成像制导 可以对敌机和假目标诱饵 进行准确区分 再加上飞行员佩戴的 头盔瞄准具 无疑真正意义上 实现了看哪打哪的可能 而随着此次性能数据的曝光 也令其正式装备部队的呼声 越来越高 实际上 霹雳石的原型弹 早在2013年就已经完工 而它首次亮相 是由我国第四代战斗机 歼20挂载 不过 随后该款导弹 更多在歼10 歼11等三代机身上 频繁现身 对此又分析是出 霹雳石空空导弹 有望凭借良好的通用性 成为一款中国空军标志性的武器 如果能与三代机优秀的机动性能 顺利结合的话 那么霹雳石 甚至有可能对第四代战机构成威胁 你有更先进的弹药之后 可以使你这个平台的作战能力 得到很大的提升 比如说前面这个篇里也提到 这种所谓的这种越尖攻击 就是说当你迎面碰到敌方的目标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斜载的这个空空导弹 就是这个霹雳石 它可以大离轴角的这种攻击 就是说它可以在前一过程中 突然转弯180度来进行攻击 那么这样一种攻击能力的话 可以大大提升你这种空战的 这个作战效果 所以我们说霹雳石 尽管说射程并不远 但是毫不夸张的来讲 它确实是最有效的空战武器 那么除了咱们的霹雳石之外 我们国家还正在研究一款 更加先进的远程空空导弹 究竟是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015年9月15日 我国成功试射最新型霹雳石五空空导弹的消息 成为了外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据媒体表示 我国的霹雳石五 在试验中成功摧毁了一架目标无人机 而未来 该导弹将替代我国目前的霹雳石二超视距空空导弹 实际上 霹雳石五早在原型弹时代 就已经是国际平星了 在我国试射该导弹的同一周 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司令也在空军协会会议上表达了对该导弹的关切 还分析称 我国的霹雳石五导弹通过加入一个冲压式发动机 射程可以高达150至200公里 这将超出现有美国空空导弹的射程 使得霹雳石五不仅能够对像F35这样的战机构成威胁 也能够对轰炸机和空中加油机构成威胁 甚至能够出其不意地击落在后方飞行的预警机 对此又分析指出 美国方面可能对我国空空导弹的发展过于敏感 无论霹雳石五是否确有其弹 它也未必是我国最先进的中远程空空导弹 而美国之所以对我国霹雳石五的性能极力渲染 可能只是其向国会所要冲废的一个幌子 近年来 无论是无弹可用的德国 还是先走一步的美国 都在不遗余力地发展最新型空对空导弹 甚至有分析指出 在人员训练与战机性能相当的情况下 抢先装备第四代空空导弹的一方将形成绝对优势 可见 在目前以美国AM120为首的第四代空空导弹 开始在国际武器市场大肆扩散 以期欧洲流星蓄势待发之时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该在这个空空导弹 4.0时代来临之际停下降